博士信不信论轮回? 这个不是信不信,跟我信无关, 这个大家要很清楚, 譬如说我拿着你这件事, 我告诉你我手上, 我是打开手板告诉你, 我不是拿着, 现在我有些喉堂在, 我不是,台长, 这些喉堂在越南做的很漂亮, 你可以试试, 如果有喉咙不好, 这不涉及我信字, 因为我告诉你, 所以佛教在佛学来说, 最厉害是没有个信字, 其他宗教很强调要信, 因为他将他的学问, 他知道的东西公开告诉你, 是这样的, 是你接不接受, 我没有叫你信或者不信, 不需要涉合过信, 跟我的信无关, 是这样的, 这个轮回是宇宙的现象重复, 如果说到轮回的现象重复, 要举一个例, 否则很难明白, 即是所有大宇宙的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 不停运作变化不停, 只能够用水可以举例, 因为只有水的物质有三种形态存在, 冰, 气, 固体, 气体, 液体, 液体, 其他物质没有的, 既然宇宙的元素有三种物质存在, 我做了这个冰, 到第二个时空一变, 变成了水蒸气, 水蒸气又变成了液体出来, 又变成了第二个冰, 我藏身在这个位置时间, 其实全是有关系, 我不理你怎样变, 所以佛学最强调幻化世界, Maya世界幻变的世界, 变来变去的, 你明白了这个宇宙变来变去, 接着你一说变来变去, 在现实一说, 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 我们要争取GDP, 最能够变出来升高是甚麽呢? 有英泥, 是烟能够高它了, 拿钢铁烟能够高, GDP便高了, 起流, 变出来, 变了GDP在那, 你当真吗? 其实是幻化, 你拿来变来变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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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轮回最重要的宇宙现象的重复, 无论你变什么样子,都是你 在佛学最难是哪里呢? 一碰到神学,在神学看这个灵回 就有个灵魂带着你,特别是印度教、道教 你有个灵魂飞出来,有个实体的 在佛学的维释学,后期他也走了 他因为有个神我的我再轮回 便违反了无我论 后期唯释学不能存在,违反了佛祖说的无我论 因为你还有个神我存在,便违反了他的无我论 还有个实体是轮回的,这是错的 正式是最难解释的 所以他到尼瓦娜的世界,不可以解释 佛祖又没有说人死后是怎样的 因为那个不是人的领域知道 佛祖有十几件事不说,不回答的 因为不关你事 你现在学佛是解除你受轮回速迫的痛苦 你有病便看医生,看完之后 不代表你有资格做医生 你解决了轮回的痛苦便算了 好了,在原始佛学没有六度轮回 只有五度而已,没有修罗道的 地狱有的 地狱怎样生存呢 那不是密质世界 那是感性世界 是意识流的世界 等于梦境的世界 例如你梦境被人打给人吃 你会感觉痛苦 身边的人不愿意知道你痛苦 是吗 好了,但你刚才问的地狱 不一定在死后有的 在我们现在现实的人世间都有地狱 你看那些战场便知道地狱 乌克兰 是吧 与地狱有甚麽分别呢 被一些战火燃烧 看着自己的亲人这样摧残 是否地狱 好了,或者你炸在那里 断手断脚 躺在耳朵那里 吃不可以吃 死又不死 死又不死 这是地狱世界 对不对 所以地狱其实在人世间是看到的 畜生你也看到 牛猪羊鸡你也看到 是一个幻化的Maya 所以为何去到那些天道那些高级的人 就是他不是用肉体去做爱 他的意识流做爱 所以在ET那里一碰手指就碰了 那个比较深 就是他没有肉身的障碍 有些生命不一定有肉身 现在在我们宇宙的空间 未见到的生命 你是计不到的 肉眼 肉眼见到有八百多万种 有很多你肉眼见不到的 肉眼显微镜才能看到的 世菌病毒 所以用这个简单举例 你解释了良梅和地狱是一个Maya的世界 你说他没有关係 等这一枝羊竹 他将近认识的时间 你找另一枝羊竹 再拨这枝羊竹点缀在那裡 那去年这枝羊竹 和之前那枝羊竹有没有关係呢 你说有又可以没有又可以 实际就是有关係 他要靠他的力才重新怎知 我们的轮流都是等于水的三种形态存在 你无论你边离边去 它的湿性仍在水气濕 它的湿性仍在水气濕 冰也是湿 空气都有湿气的 无湿性仍在水气濕 就不是水的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灵回 是叫做现象的重复 你的相貌又不同 你可以做鸡做牛做马做其他动物不同 但它本体是无变的 都是四大元素幻化出来的 是显化出来的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灵回的过患 你就觉得痛苦 随时的生命又无常 又不知几日死 撞车又死 坐飞机又死 跌架下来扎死 无论都走路 被人打架又被人打死 你觉得生命无常 我怎样才摆脱 这个灵回的束缚呢 就是佛祖说法 佛祖看四门的佛祖 看了生老病死 反不过 就算我做皇帝皇席 都是很短暂 但如果灵回是不停地长 又变冰又变云又变霧又变水 你可不变来变 只能拿来搞我 怎样才离开 不变呢 不用受这种力去牵引我 就是要收到 去承罚 所以正式学佛是很难的 因为摆脱了在时空那段的价值观 是很难的 因为人会依恋自己的ego 很多事 譬如世间的享乐 对 很多事 他有法乐带给你 他有些东西给你带 他不平衡 虎替就是 你终归你真是不开心 他钱会失落 你今天法乐 但他不会说你怨不停 到你消逝时 你就会有失落的痛苦 或者你想去追求佣法 追求不到便有痛苦 他有八苦 求德佛苦 怨真慧苦 生老病死苦 所以在佛学 正式学到佛的真谛 而能够牵持修行 是不容易的 所谓一个人 他可以有缘分出家 是很大福气 完全不容易 所以我们尊敬 正式出家人 他那些是很有慰根 他真是知道生命的无常 我们终于说 怎不过这套事 玩不玩 你什麽功名利路 什麽妻妾满堂 什麽华丽大厦 你什麽带不走 你这些有钱人 愈有钱死愈痛苦 愈死得死 不想死 你反而来生无可恋的人 就无所谓 譬如生活越好 你就越死 愈痛苦越大 他好 不愈死 你看看委内瑞拉前总统死 他直接在病人床上说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世间有多少痴身 其实最痛苦 你不捨得死 很危险 所以在佛学学这一点最重要 你的修行目的就是要脱生死 其他完全不重要 是否说如果你误透这件事 就是可以摆脱轮回的宿命 摆脱不了 不是你想摆脱摆脱 因为你有宿世的力在牵引着你 所以我们为什麽最危险呢 你做很多好事很多性 你都要忘记你做好事 因为你做好事 你要回来收那盘债 都是力来的 我做坏事 我要接受轮回的报应 但我做好事都死了 因为多人欠你的东西 要还给你 扯着你不让你走 所以为何要做金刚经 你要无所住的报师 你做好事都不可以忌 他都是你轮回的因 要回来收债 有人欠你的钱 要收回 你回来收都死 所以我们不可以收人天福报 要终极究竟的裂盘 这是很深厚的学问 所以为何我们在世间做很多工作 我只是通知学生 只做好事 莫问前程 不要理他将来的得失 就是怕你做好事都扯你回来 扯了你回来 扯了你回来 到你享受你做好事的报应 但他有朝一日完了 你又会再跌到轮回的陷阱 所以我的学会 没有招收会员 一个都没有 做完就算 做完又算 这个都是自己以前的老师教得好 即是说你做好事 都是你轮回的因 都要不要记 做了批听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去到这里 属于戏量yoga 戏量瑜伽 即是等于你上舞台做一个角色 我今天做这套电影 我做藏元 又做皇帝 跟着又做黑衣 你当人生原舞台都可以的 但这个跟我们普通人理解的轮回有些不同 不同 不同 我们普通人理解轮回 有个灵魂的 就是你前世突然间不知为何死了 你今世你记得回 那时我敢死的 前世其实我不是男人来过 其实我是女人来过 即是普通人的记忆就是这样 对这件事的理解就是这样 我们都有这个现象 但即是你都是幻化的 因为你记得你做过水 做过云 做过墓 做过冰块 但都是一样东西来的 你那个所有你的感觉 你所有的现象都是Maya 幻觉 幻觉 一个幻象 如梦幻抱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因为我们凡夫看世界 跟另外一个维度的生命 看世界的速度不同 比如蜗牛行十公尺 觉得那个时间很久 但我们看十公尺很近 大家观念不同 即是等于你说所谓的浮游 他生存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 可能我们一百年 其实在另一个看法 都是这么短的 很快 据我们所知 某一道空间的生命 看我们地球的大厦 一路起一路倒下 一路起一路倒下 很快 这是生灭法 很快 很快 所以以前有些书讲过 山中方七日世上二千年 这个时空不同 相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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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理解这件事 对很多事 你都不会執着 是吗 因为你執着对你无益 因为你一執着 佛学就是妨碍了你前进 你医乱一样东西 你吃亏的 你的视野很窄 你医乱了 所以佛学是很厉害的 他那个智慧是很广大 差不多你当游戏人间 如果逐家人 我们现在就是在玩游戏 我当游戏人间 出街又不同 在出街很专心 我只是收解脱道 他用的思想不同 我集中一门深入 证到那个境界 我就断了这个陈前 或者我未断之前 我还要出世多几世 我就走了 但是我们逐家人 有一件事就要小心 有些人就是 你在一个相对世界 他又做很多坏事 譬如说举一个例 有些人又开鸡兜 又卖白粉 又开赌 但他上法很诚心 又练金刚经 什么经日日权成 很诚心 又做很多好事 因为他在A的地区 他是一个大慈善家 是一个很诚心的佛教徒 什么好事 他都有份做 做到很文明 原来第二个地区 他卖白粉 又开鸡兜 又放桂里 什么都做了 好了 他又练金刚经 所以变成一位死 那怎样呢 你总人 怎样计料素 是吧 这真是挺有趣味 我举一些例子 最近在西方都很盛行 譬如说英国布里斯托 有人建很多学校建医院 那查是怎样呢 原来他几百年前 家族是专门奴隶的 钱是这样来的 现在这条数怎样计 现在世间最多矛盾就是这些 我举例有一个这样的佛教徒 这么权成 又有这么好的生意 死了那怎样呢 他一死 我们有个称 即现在法院有个天平 那个女神 女神 有人称一称 这个人做坏事多 就好事多 一称 这个人家产不是这么多坏事 好 跟过那个宇宙的大宪章 我们人世间宪章自己制定 但宇宙本身有个大宪章 那宇宙呢 那个大宪章就是因果的力 耶稣教个人都相信的 因果的力 因而是果 你不会种菠萝变不过 有这个评判在这里 宇宙大宪章 无形之手 一称 这个人家产要落地獄 那就扯他落地獄 落地獄 落地獄 好了 那你落地獄 那当然是判官裁判你 原刘皇 派些人捕你所落地獄 留神画面 他说念金刚经 一念 变成一个大金圈围着他 拉不到 埋不出身 有神光护体 你没领了符 回来找回王讲素 拉不到这个人 为何念金刚经 原来看 对啊 那怎样 他说给玉皇大帝听 他说不成功 现在有这样的事 玉皇大帝 原来也解决不了 佛祖你 我弟子搞这样的事 但数捕在地獄 不要去念你那本金刚经 他天天念 他很诚心念 他一念 整阵金刚肘 你怎么吹他不抢 免赐金牌 我们世间的事恶 怎样判呢 不知道怎样判 这真是学问 怎样解决 佛祖交代我们大帝 给他轮回七次 做人 给他做七次 未够七岁前 但不让他享受人的福气 七岁前就要他死 那么灵回七次 烧了他的金刚经的力 才扯他到地獄 故事说完 这里可以拍戏 这个剧本 下次有机会再进行 其实听众有很多东西问 不过我们就逐步逐步安排 不可以一次 我们慢慢认识 你会看到宇宙 我们看人生世界 跟一般人同 我们有那么多学问 那么多知识 去看一件事情 原来我被人骂得着素 是 所以你的视野不同